国道3号南下白河路段发生了车辆接连碾到异物 一共是有11台车全都受害 那么当时苦主全部都停在路间 警方来到现场也发现 满地的散路物品全部都是木栈板 现在也要追查到底是谁掉落的 不但要面临交通违规的问题 他还恐怕涉及了公共危险罪 而另外来看到在高雄则是有富人要转弯时 似乎是不满被执行车按喇叭 气得当街开马 驾驶开在国道发现前方车辆突然踩刹车 随后就见地上满满散落雾 一块两块数不清 当下响闪似乎也没得闪 轮胎碾过车体受损 只好无奈减速靠边 前面车辆也没幸免 不止两台车受害 这间路间一整排全是苦主 打开双黄灯警示 被害车主打电话通报 导致车辆前车手受损 地点就在国道三号南下白河路段 警方一查是木栈板害的 从内侧到中线外线全都有 总计11台车遭殃 事发在深夜11点 一度以为是碎石 后来证实是木栈板 谁掉的 不止交通违规 恐怕还涉及公共危险 转往高雄街头 阿姨要转弯 突然爆气 火气好大 指着前方疑似布满 前面红灯又不能过 执行骑士竟然按他喇叭 下去警方说没货报 由于看不清楚 当下号制 对错有待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